福建海警14603件出现在金门附近海域 展开常态化执行巡查对金门海巡盾 PP10083喊话 短短42秒的影片用台语对我方传之喊话 日前金门214事件导致两位大陆渔民死亡的案件 还没得到两岸解决 3月18号漂流到大陆的金门军职调课 也仍未被放回 取而代之的是陆方否认金夏之间话有限制水域 从3月份开始先后派出了多艘舰艇 加强金夏海域巡查 最新曝光的画面中更是能够看到福建海警 至少出动了4艘舰艇 金夏海域紧张之际台海局势动荡 美国总统拜登日前签署了950亿美元对外军援法案 对台湾及印太地区军援81亿美元 约2633亿台币 让中美对抗局势升高 大陆外交部也再度抨击 该法案严重侵犯中国主权 鼓噪向台提供大量军援 对台军援显示美国对北京的全面穿梭 外交不会改变中美关系恶化的趋势 光是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近日出访大陆 从停机平媒红地毯 习近平会见时也极度冷淡 就能亏出一二 加上布林肯结束访路行程后 接受媒体访问称 美方看到中方试图影响和干涉 美国大选的证据 让陆方呛下不要疑神疑鬼 各界的高度关注下 大陆第三艘航空母舰 福建号驶离驳位 极大可能要准备进行首次海事 外界预估福建号最快将在2026年投入解放军 海军服役 记者李希腺陪与北京报导